那時候期待就用年齡層來排 希望能夠盡快的往第一年齡層打 這樣大家能夠比較平衡 今天公布這個第五輪的疫苗的預約的狀況 那之前在7月15號的時候 記者會上部署發官有講說 在未來三週18歲以上的民眾都有機會可以打到疫苗 那現在看來是不是在第五輪 現在是距離15號已經是第四週了 是不是這個年輕人在這一輪比較沒有機會 打到因為疫苗的數量不夠 謝謝 7月15號 是我講的還是你講的 你說是我講的還是 是副指揮官講的 沒有這大概一併的來講 當然是那時候期待就用年齡層來排 希望能夠盡快的往第一年齡層打 這樣大家能夠比較平衡 那今天提出來這是 大家講這不是預約的 這是已經把這個意願登記的 裡面整理出來的 那接下來還會發通知 讓他們再來做預約 那預約的時間是 預約的時間是8月5號到8月7號